李总 李总 出大事了 田豪院的房子 被何秋春给卖出去了 他怎么可能卖我的房子 您那房子的手续 全在您那柜子里 拿出去 编了个故事 买家就相信了 什么故事 他 他说他是您包养的情人 还说给您生了个孩子 您就买了一栋房子给他 他说别人就信了 您想啊 那买家一到房子里去看 安安是咱们这个 楼盘的形象代言人 然后屋子里到处都是 您跟他母女的合影 那我看着都像一家三口 再说了 那房子卖得那么便宜 多好的房子 人家当天还怕他变卦呢 立刻给了他一大笔定金 还真没看出来 这个何秋春是这么一个人物 报警了没有 李总 我也犹豫呢 您说咱要是报警的话吧 那这事情传出去了 肯定有好多人都会相信 何秋春的话 咱公司这会儿可经不起丑闻了 再说了 那万一智玲姐也是知道了 她怎么想了 对 那赵这么看起来 是不是只能破财消财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你也是这么想 那肯定何秋春也是这么想的 他这算船了 我们不敢追究 这个女人啊 我早就说她不简单 李总 你这就是经典的 农夫与蛇的故事 那依你看 我是农夫还是蛇呢 那你肯定 老许一会儿是不是要来开会 是 那这件事 准备跟老许开会再说 天后院的事情可以放下 跟老许开会是大事 那我去准备会议室 是这样的 从小到大 我奶奶一直灌输我 她说张文是个坏人 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 是她先不要我的 最后她跟别的男人跑了 她在另外的城市 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 我觉得不管这个家里边 发生任何的矛盾 都是张文当年犯下的错 所造成的 我开始习惯性地把所有的错误 都归结到她身上 从小 从小我就开始习惯性地去恨她 你还记得 我那次让你把张文约出来吗 就在这个茶馆 坐在那个位置 那天你来了 我真的来了 我就在旁边 但是我 我真的是犹豫了很久 我觉得我没有勇气在当时站出来 所以对不起 其实你也不用跟我道歉 我当时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 但现在我懂了 我也真的很理解 你在旁边坐着的那种痛苦 那一天你们的谈话 我基本上都听到了 让我获得了一个新的信息 我怀疑张文在生了我之后 可能患上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 我也不懂产后忧郁症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去了以后 我就查了很多的资料 但我还是不明所以 我时常在想 一个母亲把自己的亲生孩子 抱上天台准备自杀 她做出这一步 她得绝望到什么程度 而从她决定带着我要一起死 到最后 她一个人离开 把我丢下来 这中间到底又经历了什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这么做 我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知道这些问题 你没有办法自己去问你的母亲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知道 我可以帮你去问她 不用 事情过去那么久了 真相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之前一直想的都是 等我长大了 通过我自己的能力啊 我就有办法去接近事情的真相 解开事情的真相 但是后来你出现了 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出现了以后 其实 你改变了我 改变了我的意见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发现 我之前想的和我觉得要去做的事情 已经变得没有意义 可能我之前真的想错了 直至现在 我决定把以前那些东西都放下 因为现在有你了 我应该静下心来 好好想一想 我现在应该怎么陪你 怎么让你开心 怎么能够解决我们现在 所遇到的所有问题 而不是老活在曾经的记忆当中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 从今以后 有什么我们都一起面对 不要再一个人 孤零零地坐在这里了 感觉好像全世界都不要你了 感觉我好对不起你是不是 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 好不好 好 干吗呢 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这两天牛总监没来上班啊 牛总监现在要不要来上班 还得跟你报位啊 那倒不是 我刚听到个劲爆消息 你要不要听 我不想听 你会不会憋死 我听说 牛总监的老公 就是那个制衡地产的大老板 被他的小三摆了一刀 卖了他的房子 带着孩子跑了 跟你们头儿说说 让他好好用心做节目 最近牛总监 可没心情找着他了 好 许总 喝口茶 稍等一下 你们李总现在还好吗 挺好的 他能好 好个屁 这话说的 你倒是说说 我哪儿不好了 那李恒吉 你这样说话可就不凭良心了啊 你上次放我个子 我还没怪你呢 今天我又主动上门来跟你谈 你现在呀 可是热门人物啊 我怎么不知道我这么红啊 你说你一个这么聪明的人 被女人摆了一刀 房子被骗了咱就不说了 这么漂亮的女儿也被带走 有些可惜喽 谁告诉你们这什么名 能理解 你怎么知道 知道老弟身陷困境 老哥我呀 是本着旧死服伤的原则 来跟你谈 西南资产收购事项 而且呀 我帮你的事呀 我都不敢让我老婆知道 更不能让志玲知道 现在呀 志玲是恨到你喽 你到底是来谈收购的 还是来落井下石的 我看他就是来落井下石的 看热闹不嫌事大呀 志玲 志玲 你怎么也来了 我不应该来吗 小琴 赶紧把这颗广告牌给挪出去 免得一直放在这儿 这许总 这颗八卦的心火烧火燎了呢 好嘞 李恒基 有没有私生子 蔡文明到底有没有小三 只要我相信就行 别人爱嚼舌根子 就搅不去 老许 你觊觎我们西南商业界 也不是一两天嘛 既然是来谈业务的 最好就事论事 就踏踏实实地谈 干吗说那些没用的呢 老公 咱们西南资产的质地 还是很好的 还不到见卖的时候 还有啊 何秀春的事我都报警了 不管以后我们遇到 什么样的留言 还有猜测 我永远都和你在一起 你两口子唱哪一出呢 现在是开会 还能不能谈 谈 必须谈啊 许总 才耽误你一分钟 就一分钟 好 老公 下饭之后早点回家 一会儿啊 我回去给你煲点汤 这段时间 我经常给跟妈打电话 跟她聊天 跟她教了好多呢 你小时候 你最喜欢吃的菜 我现在终于可以 做一大桌子热和饭菜了 我先走了 嗯 在家等你 走了 许总 志玲 我希望你知道 整件事情我最生气的部分 是你竟然认为 我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嫌弃你 放弃你 但是我想明白了 只要你答应我 老了的时候 你美丽能牵着我出去散步 去看夕阳 有没有孩子 不重要 行了 别看了 别看了 要看 回家看去 你老婆说了 旧事论事 还开会吗 开呗 开 我大概告诉你了 我离开家的事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 在跟你父亲欧妻 你拼命地想打造出 一个非常完美的 恋爱关系 来 证明给他们看 那既然这样 咱们就试试呗 如果中间出现什么 问题 也别着急 我们两个人好好坐下来 安静地聊一聊 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及时修正呗 这倒是一个 比较科学的办法 廖旺姐 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可找到你没有 我可以趕下一任